中文 каз 他說今天立法會大會繼續處理取笑值議案 最後這個議案就是泛民和陳柏蓮醫生的在籍25票的反對是否決了 在這個議案過程中我沒有在籍、沒有參與發言和沒有投票 因為秘書處和大會都有提示我這個議席是會直接和我的薪酬和議席相關 所以有一個直接的利益衝突 因此我都不會發現也沒有投票 結果最終是25票反對被包括 就著這個議案和有關我在前年這個倒轉國旗的事件 我會認為這個並不是所謂告一段落 因為始終我們立法會的制度都完全沒有變過 建制派的獨大、議會制度的扭曲、功能組別的存在 其實一直都是我們在批評那個問題焦點 還有再加之意的就是說現在那個重點 並不是說建制派他們是隨時可以利用49B去取消議員的議席 而是去到最基本的是我們原來議員那個參選 是不是會被取消資格 能不能夠踏入這個大樓 都已經是由政權去作出那個審判和決定 那這個才是我們應該正視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我今天或者我自己這個49B這個議案 叫做是投票完結了 但是不代表那個選舉制度 或者我們所謂香港爭取的民主運動是有任何的一些情況出現 完全跟這些無關 剛才李慧琼特別提到說 EQ美國參選資格 即是覺得你來的 即是你資格參選後 你自己怎麼看 我想他那個說法是代表了大部分建制派的議員 或者是一些建制派 親建制團體 或者人士那些的看法 他們覺得現在 其實他們喜歡是 誰看得順眼就是誰 所以當中所說的理由 或者他們所謂的理據 根本其實不是成為那些的考慮 譬如他舉例的就是 他可能是引述到我寫的著作 尤其是說的 2016年我們提倡五區公投全民制憲 永續基本法的運動 那對於他說的內容的話 就是我想啦 我希望的是 如果大家是想了解多些的話 他真的看這本書 那我會認為他有一點是誤讀 和是扭曲了我們的意思 但是正如我剛才所說的是 任何他說的理據 或者那些的說法 都不是成為所謂要DQ 或者取消值的理由 現在現實的就是 根本政府 它是可以任意 或者你和誰好朋友 譬如你和之前梁柔比較好朋友 他就可以DQ你 那所以根本就不是說 究竟是你以什麼政治立場 或者什麼政治論說 作為那個綱領那些的討論 對我們來說是沒有的 因為始終的就是 議會的議席 尤其是立法會議席 在2016年的時候 我們都說得很清楚 我們希望的就是作為一個 公投借宴運動的一個手段 但是我們失敗了之後 只有我一個在議會 現在我希望能夠聚用到議會的 就是將我們過去提倡 永續基本法的綱領裡面 一些細節或者一些 比較具體的討論 在議會裡面是能夠 令到更加多人明白 要保住香港的文明 就是有我們一些的想法 那你覺得自己有沒有做錯 你意思是 由始至終我會認為 那件事是不關 所謂國體或者國家尊嚴事 我想其實建制派 反應這麼大 因為其實我想 我說過一個評價 一直以來都說這件事 似乎踩痛到他們 我會認為他們 當日去透過拿國旗進去 然後製造樓會 去跟從梁振英的政治鬥爭 是一個廉價的愛國表現 那我相信的就是 我說得很清楚 當時如果你說說得白一點 其實我侮辱的 並不是那兩支旗 我侮辱的就是你拿進去 而是棄國旗 和區旗於不顧的建制派議員 那所以你問我有沒有後悔 這些其實我真的沒有想過 我想過一件事就是 其實應該反過來這樣說 如果他們真的是愛香港 或者愛他國家的時候 不是做這些這樣的宣示 就是代表了為了國家而建設 泰國智偉就說 是 不好意思 泰國智偉就說 跟你都是道不同不相為謀 但今次不單止民主派 你說胡智偉是嗎 是 還有其他的民主派 都一起投票支持你 你有甚麼說話 跟民主派說 會不會都會多謝他們支持你 我想說 談及多謝或者感激民主派 或者其他那些 譬如陳奉賢醫生那些說法都好 我老實這樣認為 如果我是多謝民主或者反對派議員 他們緊守崗位投票的話 其實是有少少對他們有些不太尊重的感覺 因為始終我們的本分就是議會議事 和最基本投票 所以我不會覺得在這個範疇上 是跟過去的路線或者派系 或者要故意去多謝他們 留在議會投票 如果我這樣說 我一反過來 其實我是否在暗示他們平時 不會緊守崗位呢 我覺得這樣反而更加不好意思 其實投票是他們的職責 但是投贊成或者支持你的票 就不是他們的職責 始終在這件事上 都是因為他們的幫助 你才留在議會 有沒有一些話 都是要跟他們說的 我覺得那個不是 是是 我覺得那個不是說幫助 不幫助 因為那個 敢說 這一個的議案 當然跟我的議席有關 但事實上背後是說 究竟議事或者議會的規則 這樣去運用是否一個正確的事 或者是正義的事情 所以就著他們的投票 我會認為 我相信我們大家都會同意 大部分香港都會同意 這些是大是大非的討論的話 我自己不會怎樣考慮 究竟是否過去你是本土 或者你是偏向大中華的討論 我想在這件事上 就不太涉及是否幫助那些說法 正如我剛才所說 關於大是大非的討論 譬如說議員的議席 尤其是民選議員的話 我會認為的是我們的議席 那個授權 一定是由選民決定的 除非可能過程裡面 涉及一些利益衝突 尤其是重大利益衝突 譬如我們要調查行政機關一些失蹤 我和他的關係沒有理由 我會給我的功課來改 這個是你的衝突 第二的就是說 會不會是涉及政治上的變節 譬如舉例 我是支持民主的 原來突然進來後 你發現原來我是共產黨的ABC隊 這些我會認為的是 他的同事 在同一個陣營 是可以有這些方法 利用一個合乎意識的制度 但當然前提就是說 我們基本上立法會的制度 根本就是傾斜 所以很現實來說 為什麼我會在香港壓根儀 是反對這個譴責制度 講到底是因為我們的制度 本身扭曲所指 所以我會認為 其實無論是許智峯 或者是那個譴責上的制度的話 都是跟我剛才那兩點相關 是不是有重大的利益衝突 第二的就是說 它是不是政治變質 這次為什麼過不了三分二票 我想我剛才這個問題也是回答的 就是那個所謂大是大非的事情 我會覺得的是 那個不涉及是你支持什麼黨派 或者政治立場或者理念 所涉及的就是說 我們香港 我們相信那個程序 那個公正和背後的道理 是不是能說得通 那麼在這件事上面的話 我倒轉你支旗仔 然後你就要 我定罪 取消我的教 理工炒我 我教席是被辭退 甚至是香港的高教界 我不能夠是繼續任教 去到連議席都要被去 就是要取消的話 那個其實嚴如一個的 諸九族沒什麼分別的 那這個是不合乎 我們所認識現代社會的道理 那所以你說三分二 我覺得大家在一個道理面前 這個不需要太多的一些 就是對於說明 所以說三分三分之間 就說三分之間 對於說三分之間 就是這個不合乎 是你們的 也就是這個不合乎 那你覺得 你需要謝謝 那個不合乎 對於說明 首先 我覺得這是不合乎 那麥不合乎 這個不合乎 這個不合乎 的地方 在香港 是因為 它們的 這個不合乎 的条件 regarding my position in the Council but indeed what we are facing in Hong Kong is that we are facing the collapse of the modern political system or political regime so that what we are facing not only our the authoritative foundation of our position in the Council 可以被拒絕或被拒絕被拒絕 這也關於我們的願望在香港選擇 放棄了議題關於 universal suffrage 如果讓你再選擇 第二質問 對不起,我忘記了 你覺得你需要擔心嗎? 我认为,我认为,我们支持人民社会,我们支持民主观看法 我认为,我认为,我们支持民主观看法 我认为,我们支持民主观看法 使用了一些民主的民主的民主的民主 去使用了一些所謂的政治执行 對於民主的民主的民主 和民主的民主 如果我提到 謝謝你去的免候 你現在的心情是怎樣的 補充了議席 是否送人口氣 或者是否有這樣的結果 覺得這次是對的 我沒有想過我個人的心情 因為始終這件事是跟我的議席有關 但是我不會認為是 就著我自己 或者是一個黨來講 這個是所謂天大的事件 因為始終正如我剛才所說 議席對我們來說不是最終的考慮 議席希望的就是我們作為推動 永續基本法的手段 所以其實心情上沒有什麼特別的起伏 給你再選一次 你會不會當日去盜察國的 選多一次 如果是再有一次可以重複當日的做法的話 那我就想的是應該不會做一個一半一半踩界的做法 因為明顯如果知道會犯法的話 當然是犯了他就好過了 所以是否其實你都覺得你當日做的事是重複 那又好像不是這個意思 我會認為的就是 你說有得翻轉頭的話 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在我的理解 倒轉之國旗其實是一個希望國家拯救 或者是call for help的意思 那我沒有想過這個在現代文明的一個戰爭的歷史裡面 這個行為是會在香港的法庭裡面是被視為一個違法 所以如果我真的要侮辱國旗的話 我就不會用這個方式去做 可以說到2020會不會去考慮爭取連任或者去測試一下 建制派所說的參選資格功能的問題 我沒有想過下一次選舉之類的考慮 至於你說選舉的話 始終到時候才會考慮 那現在跟民主派的環境 是否會有任務的改變呢 就是會不會有一個所謂的破解的部分 會不會再加上更多或是支持他 跟之前 其實之前或者是2016年開始 就著譬如跟一些民主派的合作的話 我們都是按議題或者所謂的鋪鋪清的做法來 所以其實就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如果大家立場就只要這件事 是拿到一個大體的共識的話 那無論聯署或者之而此 我們之前都有這樣做 我之前有說過的是 我不會認為他當日那個行為的話 是在這個議事廳透過49邊去處理我們之合作 OK的吧 謝謝各位 謝謝